而再來看到的是娛樂圈現在也被疫情燒到 就是一眼小鐘在本月八號 受邀幫直播平臺站臺 全程一個小時沒有戴口罩 事後全場十二個人就有八人確診 包含站在小鐘身邊有三個女主持人 結果這幾天小鐘並不知情 還是跟著外景團隊上阿里山來錄影 卻不了解她快篩是陰性 現在正在等PCR結果 一人小鐘直播節目大秀好歌喉 還來場即興魔術秀 屋裡頭把戲鬥的全場哄堂大笑 這個月八號小鐘受邀為平臺節目站臺 全程一小時無照互動 沒想到卻被病毒給盯上 品牌創辦人夫妻黨 神情憔悴開直播 不敢相信竟然確診 和粉絲報平安表示 目前只有輕微症狀 還原四月十一號 全公司快篩陰性 傍晚陸續有人身體不舒服 再次快篩轉為陽性安全起見 陸續疫調上報 八號當天參與直播的現場工作人員十二人中 有八人確診 連小鐘也身陷危機 經紀人無奈回應 因為不知情的小鐘 目前跟著外警團隊上阿里山 展開四天三夜行程 不料才進行到第二天 就接到狀況 快篩結果為陰性 緊急下山找醫院PCR 現在就判結果出爐 大家都平安無事 記者綜合報導 不知情2 1 改 vard 你看 大 2